农历年节就快到了 华林市公所特别前往市内的五个文化健康站 向长辈们送上新年祝福 而其中除了有卫市长精心挑选的年历 还有让长者舒展筋骨的谈利带 同时也积极进行政力宣导 希望所有的老大人们都可以健康平安的过好年 农历年节就快到了 华林市公所为了向文化健康站的长者们提前送上祝福 日前由原住民行政客长江建贤代表市长威家宴 依序前往托瓦本 林园 行夏 国府 撒固尔及吉保干等市内五个文件站 长辈们看到市公所同仁的到访纷纷露出微笑 更唱起原住民传统歌谣表示欢迎 而公所团队除了送上为市长进行挑选的年历 还有让长者舒展筋骨的谈利带 同时也以中文及足语进行政令宣导 让长者们都超开心 好高兴喔 这个可以运动 更好的活力啊 过年前是公所来这样做宣导的话 也带给我们老人家 一个新的资讯 他们其实还不错 加上你们送一些谈利带 我们平常最运动的话 虽然那些道具都没有 所以这个谈利带的话可以给他们使用 我们花莲市公所对花莲市的五个文件 这样我们其实都会做定期的来做关心跟访试 从刚刚那个我们主委老师跟长者的互动 就看得出来 他们特别的欢迎我们市公所 那我们今天也代表市长来关心 花莲市公所选在年前送暖 就是希望长辈们都能开心过好年 时常走出家门 结交朋友 一起运动 舒展筋骨 不仅有益身心健康 也能快乐幸福的在地老化 记者 徐立琴 花莲市报导 花莲市报导